長榮航空爆出機師突破性感染 還傳給舊刀骨的兒子 也讓桃園疫情再次拉警報 但事實上看到百貨商圈 照樣是人潮不斷嗎 也有朋友造場是大家揪起來 來聚餐 觀光景點 不少家庭逗訪 民眾的週末透透氣 似乎沒有受到疫情的打擊 民眾來來去去 百貨商圈人潮不減 但長榮航空爆出機師突破性感染 甚至周獨高職的兒子也遭殃 桃園疫情拉警報 但是實際直擊桃園市中心 發現人潮沒有減少 民眾似乎不太擔心 其實還好 因為之前 那種疫情爆發的時候 大家還是很擔心 我是覺得大家都好好戴口罩 消毒 就覺得不用那麼好擔心 就是有新約好一個聚會 只是剛好遇到 好像是前天還是昨天的一個情況 然後就遇到這樣 但我們覺得還是可以出來 對 是不是對防疫有信心 算是 算是 內用也OK 吃完快快戴好口罩 實在門太久 民眾把握機會和朋友相聚 甚至看看知名壽司店 出現常常排隊人潮 打包美味 回家安心享用 觀光景點更是人潮不斷 爸爸媽媽帶著小孩全家 來到大溪老街走走看看 活動筋骨 儘管桃園疫情升溫似乎不減 民眾過周末興致 但防疫措施還是得落實 才能維持這樣的小確信 記者和人凱秋龍 請蘇子杰黃小瑋 桃園採訪報導 MING PAO TORONTO